不好 小心 叔叔 大胆 老板 叔叔怎么样 下手好狠啊 伤口很深 已经伤到骨骼和筋脉了 搞不好就是终生残疾 而且 又不是老板刚刚反应快 躲得及时 那一刀就已经砍到心脏上了 为什么 明明刚刚你可以躲开的 明明 你不用受一点伤的 傻孩子 如果我躲开了 你怎么办 叔叔 原来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关心自己的人 为了我 他甚至可以不要命 老板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及时保护好你 不关你的事 就算你在这 我们两个你也只能就一个 你肯定就我不就其乐 我反而庆幸你不在 筋脉损伤严重 手臂不能痊愈 最好的结果 也是能恢复五层的控制能力 怎么会这样 医生 我叔叔不能残疾 您再好好看看 求你了 齐罗 医生已经尽力了 我能捡回一条命 就算是老天保佑了 你别难为人家 那人的意图十分明显 就是冲着我性命来的 我没死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你不必内疚 老板 您最近种上什么仇敌了 为什么会派人来对您通下杀手 不知道啊 我最近都跟齐罗在一起 并没有跟人有什么接触 是李凯 嗯 一定是他 既然叔叔最近没得罪人 那么如此恨叔叔的人 就只有可能是他 不可能吧 我们之间 没有这么深的仇吧 叔叔啊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想啊 皇帝大当那快递 对李家那么那么重要 他不想让任何人染指 而偏偏你今天从他手里 抢走了这快递 所以 他对你心生恨意 我要去找他算账 齐罗 别冲动 你没有证据 就算是李凯干的 他也不会承认的 不承认就没事了嘛 他可是想杀了您啊 而且还害您费了一条胳膊 这件事 我跟他没完 强仔 演技不错 你找那个演员下手 可真够狠的 疼死我了 演戏演全套嘛 老板您就委屈一下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 那个演员安排得怎么样了 给了他一百万 并且安排他出国一年 哎 只是这么偏一个小姑娘 像我这样善良的人 良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痛 齐罗 你怎么来了 李凯 你简直禽兽不如 我 我怎么了我 我叔叔不过是抢了你一块地而已 你就安排人去杀他 李凯 我是真没看出来 你的心胸如此狭窄 内心如此阴暗 简直就像是下水道里的臭虫 让人看了就恶心 反胃 齐罗 你肯定是误会了 没买到那块地 我李凯再怎么着 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 去排人杀赞叔叔啊 哈哈 叔叔果然看透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果然不会承认 李凯 知道吗 你就是个敢做不敢当 内心阴暗 心狠手拉的懦夫 小人 我 我他妈什么都没做我承认什么呀我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李凯 我花起锣 现在正式宣布 你被我甩了 李凯 你最好不要让我找到证据 否则 你 还有李家我都不会放过 喂 李老板 谁让你提前动手的 李老板 您这话说的 你钱都没打给我呢 我怎么可能提前动手 我又不傻 可是那边有人告诉我 目标已经遇袭了 不是我干的 我觉得应该是目标的其他仇家做的 这种事情 也不算少见 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这样啊 可惜 已经打草惊蛇了 没能一击毙命 你现在千万不要再动手了 就当没有这回事 以免对方查到什么 算在我头上来了 明白 都怪你 你看看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个什么对象啊 他害得叔叔差点没命 要是叔叔的胳膊真的废了 我 我拿什么孩啊 哼 胆大包天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李凯 我不想跟他交往 你非要让我跟他搅合在一起 现在好了 满意了 叔叔废了一条胳膊 我差点也被害死 妈 这就是我的好爸爸 你把我带走吧 唉 闺女 是爸爸错了 爸爸对不起你 你想怎样啊 我要李凯一命长一命 起罗 这事儿你又没证据 李家又是豪门 我办不到啊 哦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叔叔废了一条胳膊 什么都不管 你良心痛不痛啊 那 那这样 从今天起 咱家跟李家永不来往 另外我会让花家多多照顾十三老弟在港城的生意 多给他点资源 这总行了吧 铁哥 你快去阻止起罗这个傻孩子吧 他非要去找李凯理论 我这事儿是不是李凯做的还不一定呢 叔叔 你居然还为李凯辩解 你 你太善良了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我不是为他辩解 我是怕你出事 万一真是李凯做的 我怕你会受伤 十三老弟 你放心 李凯不敢动起罗 否则 我要李家全家陪葬 行 只要起罗没事我就放心了 对了 十三老弟 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老哥不用担心 我在江北认识一个神医 这点伤对他来说 应该是小菜一碟 行 老弟 你好好休息吧 起罗这边你放心 有我看着呢 十三老弟是真把你放在心上了 自己都伤成那样了 还打电话过来关心你 叔叔这么关心我 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他做 嗯 起罗 你要做什么去 我要把李家的大厦 还有那快递送给叔叔 本来想着二百亿以内 拿下这快递 实际上却只花了十亿 并且还报了 嗯 付了筹 按照上一世的已经做好的规划 这快递一半的区域 应该搞成高端奢侈品商业购物间 那另外一半呢 就建成超级住宅区 浩南 你来一下 老板找我什么事 你马上去魔都给我找一个 叫吴宾的设计师 可是老板 最近贷款公司业务量激增 我这处理不太过来 让山姬过去帮你 反正她天天在网吧打游戏 屁事没有 这个设计师对我很重要 涉及到我上千亿的生意 以及我在国内高端住宅的商业布局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就是绑也必须给我绑过来 明白 强仔 把你红心安保公司的员工全部叫上 到李凯家的凯尔酒店 今晚上老板请客 照死了给我灶 看老子不把你吃破产 经理 十三先生 带着一大伙人要来吃饭 什么 十三先生吗 快去把整个最顶层的餐厅清空 让十三使用 经理 最顶层是李家招待用的 需要问一下李总那边吗 问什么问 十三先生就是最大的会客 老板都要在人家面前装孙子 招待好这种大人物 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吗 这都要去问 那我这个总经理也忒没眼力见了 之后老板肯定会狠狠夸我一顿 还会给我升职加薪 机智如我 好的 这就去办 等等 给我把最好的韭菜送上去 野生双头棒 清蒸蓝龙虾 极品鱼翅 乌鸡人参汤 不用管成本 200亿 李氏大厦家下面的一块地市场价值 大概100亿 我们就填写200亿 双倍的价格 转让价格洗一块钱 不是更能气死李凯那个王八蛋吗 一块钱不行 这样太明显了 而且你这样搞 怕是会给对方留下把柄 嗯 听叔叔的 反正现在大厦在你名下 填多少价格都只是个数字 最后我还是一分钱不出 而到时候 李凯拿着合同 无论是上法院 还是上警局 都没用 还是叔叔高明 什么叫杀人诛心 这就叫杀人诛心 弟弟 你是怎么搞的 弟弄丢了 花旗罗没取回来 现在花家还跟咱李家 反目成仇了 我也不想啊 都是花旗罗 那个叔叔搞的鬼 谁知道他半斗上 杀出来要跟我枪地 他来头那么大 我怎么可能抢得过他 嗯 花旗罗的那个叔叔来头有多大 他的保镖是御前侍卫 然后呢 啊 我没戏打听 我就知道他的保镖是御前侍卫 我丢雷楼木啊 御前侍卫说到底也就是个保镖 钱给的足够多 又不是顾不到 你连人家身份都没确认好 就把他给丢了 知不知道 那快递是基金会点名到信尧 安德森先生预测说 那可是未来整个大厦 乃至整个东方最大的富人区 购物天堂 爸 你 你的意思是说 我 我被耍了 大概率是这样的 不过也不排除那人真的来头很大 对了 他叫什么 十三 什么 大哥 老豆 你们怎么了 你说的那个十三 是不是长得很高大 年龄跟你差不多 啊 对对对 爸 你认识他 认识 何止是认识啊 我们李家亏损了一千多亿 就是因为这个十三 我打死你个小王八蛋 爸 算了 都怪那十三太阴险 小弟涉事未深 看不透十三的伎俩也正常 罢了罢了 先去吃饭吧 罢顶层清场 我们一家要在那用餐 老板 顶层正在收拾 还得等一会儿 啊 有人在顶层用过餐 就是那位十三先生 你女朋友的叔叔 上次跟你一起来 咱酒店竞拍皇帝 大到那块地的那位大人 是他 十三居然还敢来这儿 对 就是那位大人 十三先生带自己的员工来这吃饭 他本来是想结账的 但是我看他是您的贵宾 又是你女朋友的叔叔 就没有收钱 大哥 崩了吧 老花子 老花子是不是嗡嗡的 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我今天的服务让他非常满意 还说凯尔酒店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没我 凯尔酒店就会倒闭 行了小弟 一顿饭而已 他们一共消费了多少千 两千万 怎么可能消费那么多 你确定 账单给我看一下 一共是两千三百零四万 光是皇家礼炮就开了几百瓶 跟喝矿泉水一样 爸 你怎么了 速效救星完 快 真诚 你去把地没买到的消息 报告给第七使徒大人 就说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关系糊 把地给抢了 千万别说是你弟弟被坑了哈 好 我这就去 老豆 我我 事已至此 无需检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把损失值到最低 花家现在已经态度很明确地与李家为敌了 花企罗那边你也不用巴结了 对了 花企罗那边还有什么值钱的资产吗 有 李师大厦 赶快带律师去办理转让手续 转回你的名下 这样咱们就可以和花家彻底老死不相往来 好 我这就去 对不起 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 嗯 新来的吧 我是李师大厦的老板 现在认识了吧 李师大厦 那抱歉了 你来错地方了 没错啊 这里就是李师大厦啊 等等 这怎么变成城市大厦了 老板 怎么了 这不是你李家的大楼吗 怎么保安还不让进了 都给老子滚开 我要进去见十三 啊 老板 老板正在谈工作 没空见你 再赶将闯 就不是一拳这么简单了 马上让十三滚出来 否则 我让人砸了这里 有种你就砸 十三 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最好给我一根满意的交代 否则 我跟你没完 好 齐罗 你就给他一个交代 哼 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好好好 好一个恩将仇报 好一个李印外河 花启罗 原来你是这种人 你找人害叔叔的时候 就该想到这一刻了 我还觉得这点报应太小了 李凯 成交价二百亿 合同手续全部齐全 就算你去起诉也没用 好 楼给你我认了 钱呢 钱在哪呢 我怎么知道 我是交完钱才签的合同 你怎么能说钱不认账呢 十三 我丢雷龙木 老子杀了你 你 你敢打我 李大少 或许 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向你老子交代产业丢失的事吧 十三 你等着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安德森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都听说了 基金会点名要的地和楼 你们李家全给弄丢了 李一基 我对你很失望 安德森先生 不 不必说了 你去约十三 我要跟他见面 您见他做什么 能在港股大战里击败罗斯 又能把你们李家耍得团团转的人 我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 应该为基金会所用 安德森先生 您才跟李家合作 现在就又着急去拉拢李家的丑人 这恐怕不太妥吧 放心 我拉拢十三也是为了李家好 你们想想看 如果十三愿意跟基金会合作 我不就可以让他把楼核地还给李家了吗 要不是没办法 我会找你个废物合作吗 安德森先生说的对 我这就取约十三 以基金会那么恐怖的实力 十三肯定会选择妥协 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 不但能把楼要回来 那快递还能免费拿回来 何乐而不为 十三先生 呵呵 好久不见啊 听说你跟我的小儿子之间有些误会 希望能通过今天这场愉快的版面 能解开贵我双方的物件 以后能更好的合作 李家主能这么想 那最好不过了 我十三毕竟也不是什么不通情打底的人 小小误会 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李家主请我来 不会就是为了丢我道歉吧 呵呵 不愧是白龙王 我呢 也就不废话了 开门见山 其实这次请十三先生来 并非是我的主意 而是一位贵客想约见您 嗯 贵客 谁啊 贵客就在楼上书房等您 请吧 你是 十三 你很幸运 你的能力得到了基金会的认可 我希望与你联手 一起赚取大厦的财富 攻克大厦的市场 未来 大厦各行各业都会被基金会垄断 大厦80%的财富 都将流入基金会的口袋之中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也就离金那种老糊涂才会被你给忽悠缺了当免费的打工仔 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答应跟你们合作 第一件事就是把地和大厦交出来 供你们免费使用对吧 这是与基金会合作必须要付出的一点小代价 我丢泪楼木 傻X 不给钱还要我出钱 我们村头的二傻子都不可能干 想要地 要牢 行啊 一千亿 便宜卖给你们了 罢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走吧 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再来找我 基金会 随时欢迎你 哦 顺便善意地提醒你 超市不要搞了 会赔得你头破血流的 买卖不成人意在 安德森先生既然这么喜欢书法 再加上这大过年的 我就送一幅资给你吧 好 这写的什么 恭喜发财 哦 写的不错 我很喜欢 我会表起来挂在我的办公室